但是球還是可以把力量釋放出去 一出局要輪到的是王振堂 今天在洲際棒球場 我們看到有種重重危機的感覺 看起來是要下大雨 超重湯 有白雨飛出來是會下大雨的天氣 希望比完賽 然後觀眾朋友回到家裡面再下 不會現在 不會是現在 今天回身做牽制 王振堂生涯對上德寶拉31個打數 敲出過11支的安打 算是在陣容裡面 對德寶拉打得比較順手的球員 今年王振堂也打出了生涯年 全力打是團隊最多 王振堂先生也躲不過 他的目標物很明顯 被攻擊 連打輸也不行 都會跑到衣服裡面去 都會跑到衣服裡面去 這對主神還有捕手來說 一定是最頭痛的 因為他們的護具涵蓋的範圍很大 這還是揮得比較慢的一些 這一次的打騎乘是家 耀愛群球首安 借外球 兩後兩換 天敵的滑球城市家要選掉 對 打進貴賓室啊 這個領隊劉東陽 剛剛不知道是什麼反應 把玻璃打破了耶 好 換一片新的玻璃 比較乾淨 這真的就像看板上面寫的 要小心飛球 這鏡頭有捕捉到嗎 有耶 應該是貴賓室旁邊 台岡雄英的球團人員 看球的地方 直接打在劉東陽領隊的位置 打碎裂掉 那這希望玻璃沒有掉下去 不要造成危險 蠻少見的 剛好可以換強化玻璃 順勢更新一下硬體設備 他可能跟你講說 第二期的時候也許有機會 對 但其實下面的球迷 我覺得會比較危險 對 因為萬一玻璃掉下來 對 但當然就是隨著高雄城 球棒球場每一期每一期 持續有做改進 所以也有些球迷 可能因為這樣是要往前做 那聯盟的人員也都過來關心 怎麼覺得劉領隊見過大風大浪這樣 對他來講說還好 對他來講說還好